风驢子在监狱收了一个小弟 等出狱那天 他要让小弟看看豪车列队迎接有多么风光 风驢子前脚刚说完 后脚就把安心绑了起来 他的封镜只是用来吓唬人的 风驢子心里头其实精明得很 他跟警察打了很多年交道 谁是警察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是安心嘴硬得很 风驢子见安心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让小弟把安心切碎了喂鱼 安心慌了 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 我哪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 你咋去 风驢子问小弟 安心刚才说的地方确实都存在 他这才信了并把安心放了下来 安心腿都下软了 风驢子拿刀架在安心的脖子上 真诚地向安心道歉 安心原谅了他 他们又变成了好朋友 夜晚风驢子带人去抢沙场 他对安心还是有所怀疑 风驢子一直在观察着安心 他看安心这么狠 又这么卖力终于放心了 这时工地的工人偷袭风驢子 他要风驢子尝尝体肤一怒 血剑五步的滋味 可惜安心及时发现了 他替风驢子挡住了攻击 接着安心就去追那个工人 风驢子感动哭了 他爹妈都没有对他这么好过 安心追上工人开始了他的表演 高启强三番五次地来找安心 可是他都不在 理想告诉他安心出任务了 菜市场的老马 让高启强帮开音像店的弟弟出气 可他要是不去 唐家兄弟就会知道 他等警察根本没有关系 高启强决定听了 他来到音像店 把不喜欢听的唱片全都扔出去了 老板看有人捣乱连忙喊人 老板的大哥带着一群人来了 大哥是一名足球教练 他把店门关起来就要教训高启强 这时高启强搬出了他的后台市局的局长安长林 谁他妈是安长林 高启强虽然表面镇定 但其实内心慌的一批 安长林的名头还是吓住了他们 这是改变高启强命运的一刻 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风驢子带安心去白金汉潇洒 这时风驢子中途离开了 安心一路尾随着他 直到风驢子进了一间密室 这时安心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两个女孩跟风驢子的手下发生了争吵 女孩梦玉为闺蜜打抱不平 闺蜜却嫌丢人丢下他自己走了 几人抢过梦玉的手机就要欺负他 梦玉一个大逼都打到了安心脸上 梦玉是梦德海的女儿 安心和他从小就认识 他替梦玉解了围 风驢子几人喝得大醉 正要回去的时候 小弟说他们没钱了 让风驢子带他们上山 安心正疑惑上山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黑衣人骑着摩托向他们开枪 索性没人被打死 第二天警察去沙场调查被抢案 但是他们的老板白江波并不配合 曹闯跟李翔很疑惑 自己被抢了还不关心 他们怀疑昨晚的枪击案 跟白江波的沙场被抢案有关 安心趁着买饭的功夫跟曹闯交流情报 安心想搞明白上山是什么意思 但是风驢子还是不跟他提起 任何有关上山的消息 高启强回到家发现门是开着的 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发现有个行李箱 他就知道肯定是弟弟回来了 果然高启胜就躲在门后 高启强知道高启胜的毛病 他从小做事总是会留下破绽 这次高启胜回来 他准备和高启强开一家专门卖小灵通的店 安心来到电影院跟李翔交流情报 李翔说起高启强经常去找安心的事 他估计高启强又被人欺负了 安心拜托他下次穿着警服去看望高启强 殊不知李翔这次看望会彻底改变高启强的命运 高启强此时正在菜市场跟人打牌 他见到李翔来了连忙招呼 李翔向他说明了来意 此时的高启强已经非常会介绍了 送走李翔后的高启强 回来时连走路都和平时不一样了 街坊们都争着巴结他 这让高启强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